关于说到老三 我想起来老三其实小时候有一次生病 特别严重 口喘鸣嘛 那就是气管比正常人的气管要小得特别多 一呼吸就跟老头打呼噜一样 我是听说有一天北京下大雪 差点因为这个病毒已经入侵肺部了 是 是 那个时候他病得特别厉害 连续发高烧 发了将近一个星期高烧不对 我就到中日友好医院去给他输两天也不行 然后又到这个九尖条医院去输业也是不行 最后也是给他送到儿童医院去住院 快点转成重型的急性肺炎是吗 重点是在那个当下老三的病还没好 对 接近住在一起嘛 有的时候呢吃饭呢就是说给他分开吃 但是他也免不了的空气的传播呀 只要一个人生病了 另外三个马上就得得病 传染 这一个月的时间差不多就能忙着他们的病了 您是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还得照顾生意啊 在一般人理解是不太可能的 我就觉得你时间分配上 这孩子是占了你多少的比 是不是90%以上 是啊 他们是最主要的 他们就像我的生命一样 当你带孩子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一天两天不觉得什么 时间长了以后慢慢慢慢的你就觉得他 你就看着他那个眼睛 你就觉得他 你什么都可以给他了 既然我们永远相遇 我就不会把你放弃 你是我生命的积蓄 你会受到很多委屈 也会遇到背叛的爱情 这个就是生活 它并不容易